第一个就是大部分同学的程度大部分是落在入门 然后进阶的话大概快一半一半 之前的话大概是以入门为主 不过这几期好像越来越有那个 就是说大家程度提高的这种趋势 而且甚至在进阶班高阶的也好几个 所以其实大家的程度好像都有在提升 再来第二个大家希望以哪部分为上课 哪部分为主 以还是以那个进阶 刚好就是我们这一门课比较重要的 就是一些高阶函数的进阶应用 这部分当然函数当然所谓高阶 就是一般也许叫做就是比较含用 而且很重要 含用你很少用但是是很重要 可能是不是不是不重要是你不会用 ok那所以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尽量大概说明一下 另外第二个可能就是跟什么呢 跟那个工作表的自动化有关 不过我要跟各位说一下说 你在还没有熟悉单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比如说储存格范围 栏跟列 那你要跳到那个工作表的话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多工作表其实它的基础 还是在基本的储存格跟单一个为主 但一个储存格的这个VPA应用你大概熟悉之后 你才有办法跳到多工作表 否则的话这个中间会有一个断层 ok所以我们按部就班 也许后面有多一些些的机会再来谈有关工作表 那以Sail跟资料库好像大家比较有关心 再来是这个这个部分也比较进阶 那好像你们比较有兴趣好像是比较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入门 入门的话主要是以这个高阶 进阶函数到VPA的入门课程为主 那进阶课程大概就是比较后面的 也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基础之后 才有办法衔接 所以大概会分成两点 后面可能偏重的是比较是属于进阶课程 还有表单 ok然后制定函数我们会讲比较多 其他的话同学比较有兴趣 像基本函数 ok那可能是我们同学 但也会讲 不过也许需要的同学比较少 那如果比较少的话 我们可能讲的比较多 另外还有什么大数据的应用 跟如何抓网路上面资料 当然这个地方我也会讲 可是跟各位讲 这个也是属于后面的课程 因为毕竟如果你前面的东西还没学好 你后面当然你要直接讲 可以讲 可是你可能会有很多地方 是你听不太懂 所以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ok 第一个 你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同学都是自己 不是跟业务有关的 之前同学业务有关比较多一点点 兴趣 兴趣就八个 如果我强烈建议 你如果把这东西学好 要慢慢培养兴趣 因为这个如果兴趣的话 你会学得很开心 那这门课当然是尽量 帮各位提高工作效率 那你如果效率提高之后 你会多很多时间 还有时间在练习 然后呢 有时间练习之后 你又会更有时间 更有时间 你又更有时间练习 然后会有正向的循环 所以尽量 可以 然后 以没有信箱若留 我会在课后把那个 我们 课后的录影 寄给大家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门课 那云端上有一个讲义 讲义里面的内容 大概就这些 所以有些东西 如果是你来不及记 没关系 云端讲义上面都有 那我们看 课程内容大概就是 以五大类函数为主 这五大类函数的话 我会抓取 比较重要的这些函数应用 然后呢 从函数的逻辑概念 再延伸到VBA 所以同样的逻辑 如果在eSale函数可以做到 但是VBA怎么做 所以等于是你学一套东西 你可以学两种 等于eSale里面的应用 不见得只有函数 因为很多地方函数 还是太慢 而且还是没有效率 那你怎么样 可以把它转变成VBA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牵涉到程式设计 有点难度 OK 所以要有点心理准备 那我们主要可以分成 五个类别 文字跟资料 逻辑 然后日期时间 数学跟三角 或者统计 然后检视与参照 那其他的话 还有如果有时间 就讲一些综合练习题 那大概的可能会讲到的 一些相关函数 可能一般也许比较常用 像Labs 这个我想比较常用 可能就是略讲 那比较少用的话 也许像什么 IPD、LEN、MID、Subtitude、Test、Find 还有IfAl 这个IfAl可能是叫逻辑 那另外呢 怎么样去做制定函数 然后呢 怎么做聚集录制 这个地方都会讲到 另外的话 逻辑部分 逻辑函数主要是If 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不陌生 不过If里面还区分成 就是说两重逻辑 2跟Force 另外的话还有多重逻辑 比如说你可能逻辑里面 还有很多层的逻辑判断 那If允许的是有7层的 就是说里面有一幅再一幅再一幅 总共有7层的那个 这个这个 那另外的话 除了多重之外 还有所谓的连极跟交集 And跟Or 这个里面的综合应用 其他还有像日期 日期时间函数 那日期 日期的计算 其实日期计算 计算天比较简单 但是计算月跟年 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整个利用像比较常用像StateF函数 或者是说像Mans 像WeekDay等等的这相关函数 我们把那个日期做一个正确的计算 那其他还有像数学跟三角 里面有关Sumif 像Counif等等的 那里面有相关的 范例像那个热透产 统计那个几率 还有像黑名单筛选等等的 另外还有像录制聚集 这前面有讲过 另外简式与参照里面 可能会用到 比较常用的 我想大家都已经比较熟像Vero函数了 这个应该 不过Vero函数 还是有些人用的不是很OK 所以我们把一些 可能一些比较进阶的用法提出来 另外的话 也许就是名称的定义 这个很重要 范围以后都用名称来代替 配合F3去抓取资料 再来用Index 或者是Offset Index 这些相关函数 去做一些进阶的查询 OK 然后大概说明一下 其他还有相关的综合练习 再来的话就是有关 我们这门课 上课 上课 那 这个部分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 如果你要找我的话 Google 吴老师 前面四个连结都是我的 第一个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是我的教学部落格频道 那我的频道里面其实放很多东西 然后还有我的论坛 还有其他 反正你Google一下 吴老师应该就一堆了 然后呢我的 Excel VBA教学也是一堆 因为我影片放一堆 吴老师也写了一堆 那一堆的话是很大的数字 大多数字呢 其实影片数量 应该会超过你们 可能所能想象的 影片 至少放了超过一万个影片 在YouTube上面 那里面的话就是上课录影 所以有上课就录影 上课就录影 这件事情做超过十年了 所以十年前的影片都还在网路上面 所以这也算是我的什么历程 所以以上呢 可能在过百年之后 会一直有流传下去 开玩笑了 然后呢 除了说以CLVBA教学之外 其实我教了很多有关App教学 那其实我教程式设计 其实教了非常的久了 写程式也写了超过二十年了 教程式也教了很久了 然后我的相关的经验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今天没办法Google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TVBS有一次 记者就打电话给我 说要采访我 我说要采访我 好啊来采访 不过我怕他会放我鸽子 因为好几次记者说要来采访我 都没有来 说好有事 这一次果真就来了 害我没准备 我以为他真的没来 然后害我很紧张 因为他是拿镜头对着我 那一天刚好期中考了 其中考大家就要走了 我说同学 拜托 因为应TVBS要求 可不可以留下来 可能假装上课10分钟 让他们拍10分钟 拍了10分钟 他就拍了一些影片 并且特后讲完之后 那时候要采访我 然后再做一个大的镜头对着我 ok 然后就这样 其实我非常紧张 我尽量还是不要人家看出来 然后最近的话也拿了一些奖项 这是志强工业基金会给我的 名称就是给我一个这个 叫卓越贡献教师 我也不知道我贡献在哪里 反正就一直做就对了 自娱于人 有时候上课就是不断的在坚持原来 其实写程式这种愉快 对我而言 所以我也希望说 我把这种写程式的愉快的感觉 散播出去 但是我刚开始知道 大家写程式都不愉快 经验大部分都是很痛苦的 我不知道 可是尽量 我刚开始教的时候 我发现我教得很愉快 大家可是 刚开始同学听得很痛苦 20年前是这样子 20年后 我希望一直改进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也不要太紧张 OK 我会尽可能调整我的那个步调 因为有些东西太难了 说真的 那当然也不可能说把它讲得很简单 尽量我会做一些 可能比较具体的描述吧 或者是说用一些比喻的方式 让大家听得懂 那我的教学经验 除了教VBA之外 其实教了很多语言 OK 而且对各种语言 其实都有我读到的一些看法 OK 然后大数据 因为也是刚好正夯 然后这是我的教学 这些相关的经验 那比较可以一提的就是 我有五年的那个创业经验 然后也拿了一些奖项 OK 然后这个大概 证照的话大概有三十来张 然后我的部落 我的教学频道观看次数超过五百万 五百万次 然后订阅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 不过如果跟那个前一阵子比较红的那古阿末比起来 当然是不能比 不过他随便讲几个就比我的观看就还多了 但是我可以学他吗 我要讲三个故事吗 不过内容不一样 我们的对象是上课的同学 取材的话都是原创的 绝对没有任何的那种从网路上不法下载的部分 OK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Google每个月也会付一点费用 其实就是像YouTuber YouTuber就这个 每个月都会付你钱 但是付你钱的金额 一定没有古阿末来得多 因为他大概观看次数 网路上你们可以看 有人分享的是大概两千个观看次数 有一块钱美金 可是我算一下 我的那个观看次数 那一千个观看次数 有一块钱美金 所以我一个月的观看次数 如果有一百万次的话 那我就会有多少 一千美 如果啦 如果有一百万个观看次数 不过像我们这种 因为有一百万的观看次数 有多难 各位知道吗 像你们观看次数都非常的少 OK 不过其实这种东西 也不是主要我们的工作 我只是说刚刚好 我想说试试看 挂个广告看看会不会真的有现金进来 果真每个月都有钱进来 不过他数字是仅供参考 OK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证照中心也找我去当一些资讯委员等等 那再来的话呢 上课用书 这个我想可能你们要自己花点时间去看一下 但手边如果没有的话 尽可能还是可以拿几本 如果你对函数部分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隔壁的那个重新南路天龙书局 都有卖这些相关书籍 你再怎么样就是买个一本两本 反正没事的时候就把它翻一翻 增加你一些基本的知识 否则的话 要把这个东西好好学 学的彻底 搞不好还有一点很困难 因为我们这上课的时间真的还是有限 要把这么多的东西在短时间全部讲完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可能在理论部分的补足 请各位自行再去补充 那我还蛮推荐像这本书 这本书呢 它的好处是 它是函数468招 意思就是说呢 它里面有总共468个范例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468个范例全部做完的话 而且这里面的范例还不算太简单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范例都做完的话 你在职场上我想非常得了 那当然要花一点 我们的上课院习题 有部分是会从里面抓一些来讲解 所以不过不可能全部讲 另外的话 VBA部分刚刚讲的是函数 前面这本书它的好处是 它提了很多的函数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没有讲到任何VBA 也没有VBA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如果用方法的范例的话 解法可能我自己解 那我会再补充VBA的部分 OK 所以这部分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像这些 比如说像基础讲座 或者是像Excel VB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名字取得很好 不过很多同学买回去之后 他的结论 他的感想是Excel VBA一点都不简单 然后大家可不可以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是可以的 我们后面会讲怎么样去做 其他还有像这个书也不错 就是比你早下班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 为什么人家会比你早下班 因为他做完了 而且他即便很快做完 他也不会下班提早给老板 还是会稍微hold 然后就是等到下班前再给老板 这样就好了 OK 其实我发现很多 我有问过你们之前的学长姐 他们好像慢慢都这样 那会把多出来的时间 再去做一些专业技能的提升 也许可以练练功或怎么样 其他的话还有像资料库 还有像Excel VBA技法 那今天我们要直接先来看第一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 所以请各位待会先帮我下载那个练习档 那如果你需要讲义的话 你可以直接到那个云端上面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网址 goo.gl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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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址 注意一下大小学不要打错了 ok 然后直接enter一下 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云端 不过我建议你开浏览器的话 我是建议不要用IE浏览器 因为会有相容性问题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没办法下载 你干脆用Chrome 这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第一个请先帮我下载这个范例档 范例档直接把它点两下 上面有个下载 下载应该没问题吧 再来它这个压缩档 所以请各位在下方这边 在资料夹中显示 按右键解压缩致辞 就好 ok解压缩致辞 一定要解压缩 因为如果没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你请你把这个资料夹 传送到按右键传送到你的随身碟 如果你有随身碟的话 以后的话呢 就不用再下载了 所以打开 那我们会按部就班的 12345 后面如果有时间呢 再讲一些其他练习题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先打开 才会了解一下题目的逻辑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的上课讲义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想要参考的话 就我刚刚的东西 都在云端上 那里面的话呢 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其他的 包含就是我们的答案都在这里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最先不用看答案了 反正自己先练习看看 然后呢 不过讲义 资料可能会没办法update 所以呢 我们最新的资料画面都在这里 云端白板画面 未来如果说你要看最新的资料的话 你可以到比如说 云端白板的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一次会推 里面的话呢 都会有对应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你打开来 一样会有类似讲义里面的东西 不过这里面的好处是 会不断update 这个叫云端白板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先把那个 我们需要的上课练习档案 先下载一下 那并且开启那个 第一个练习档案 就是这样的 那次有个练习档案 是